纪念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118岁生日 赖和文教基金会主办2012赖和音乐节 幸福进行曲在彰化世界热闹登场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持续举办 来集结所有在地的文学的音乐的文化的团队 在赖和的这个名单的纪念日的时候 在赖和的赖和节的系列活动里面 共同把彰化地区的文化活动把它热露起来 然后共同把彰化的文化文学音乐一起带动起来 今天我们的幸福青年轎 也就是在这个一旧礼拜年 我们赖和先生对着这个事实的配方 他说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是两件事 我相信在尖角尖地 因为这个观念是什么 我们今天本来这些活动 当时要提醒到我们所有的资政者 对这个土地和人民来的听识 让这些效果可以了解 我们华生对台湾对中华的共享和精神 可以对球的公平的正义 我们为了配合这个音乐会 也特别这个由我们学校的合唱团 这个演唱的两首歌曲来分享大家 我希望说借这个机会 让唤醒年轻人一代 还有我们张华县的姓名 能够这个在关心这个赖和 能够唤起 大家这个能够发扬赖和的一些精神 一起来疼惜我们这一块土地 一起来发扬这个台湾文学 赖和基金会邀集彰化青年学生 筹办赖和音乐节 重回赖和母校中山国小 纪念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118岁生日 在线日制时代赖和与文友 以文学文化运动勾勒台湾 银行向的幸福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道